体感教育课程 能够让孩子沉浸在逼真的三维场景里面学习和探索 感知现实环境中很难直接体验的知识和内容 体感安全教育课程 让小孩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模拟进入地震 火灾 扶手梯 溺水 拐片 马路等虚拟的三维场景 在互动体验中学习各种安全知识和自救技能 增强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 体感科学与探索课程 让孩子化身宇航员 澳游浩瀚的宇宙 穿上潜水服 畅游神奇的海底世界 还可以用肢体动作操控猎豹 在非洲大草原里捕猎 这种情景式沉浸式的体感学习方式 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 体感教育课程 根据儿童心理学和行为习惯进行定向研发 孩子无需老师和家长的指导 通过肢体动作就可以凌空操控和体验 使孩子真正成为学习中的主体 孩子通过奔跑、伸展、匍匐、跳跃等 全身协调运动与课程进行互动 使孩子的身体得到充分锻炼 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体感教育课程 可以激发父母的童心 在共同体验的过程中 拉近父母与孩子的距离 营造轻松欢乐的家庭气氛 促进亲子感情 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陈赫琴先生说过 小孩子是生来好动的 游戏是孩子的生命和获取知识的基本活动形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